上个视频我们说到在乌西县有一位80岁的老人 因为做了一个梦在家里挖出鱼犬的故事 今天我们继续出发往乌西县北走 听说那里有一处悬棺墓葬群 棺墓在白米高的悬崖峭壁之间已经完好的保存了2000多年 这些棺墓之所以保存这么久 是因为棺墓都是由金丝纳墓制作 按照现在的价值来估量 这些棺墓在它完好的时候价值能达到2亿元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重庆的乌西县 现在的位置是位于乌西县的大宁古城 这个大宁古城在远古时期是由乌八县人们在此生活的 后来在宋朝的时候这里设置了大宁间 从此之后这变成了商人的聚集地 一时的繁华 这个大宁古城也是坐落在三山一水之间 看旁边的这条河就是著名的大宁河了 在这个河畔有当地的居民在这聊天 还有小行在这个河边上玩耍 然后在我身后这有一排排的桌子还有椅子 这个是供当地的居民还有游客在这休闲娱乐的 看我身后这有人在这喝茶喝瓜子还有大牌的 在这坐上一会儿看着这个景色也是一种享受 我在这里呢也是学了一下当地人坐在这个河边 感受了一下他们的生活 自己呢也是喝了一壶茶 现在呢我们也准备继续往前走了 因为离这不远处呢有一个盐棺墓葬群 据说呢是把棺材放在百米高的悬崖之中的 我们现在去探索一下 滚群我们到了 在我身后呢就是阳关的所在地了 这个阳关呢就放到这个悬崖峭壁之中 这个悬崖我们看一下它的落差得有两三百米高了 这个阳关呢就在这个悬崖中间 中间这个缝隙有凹凸的缝隙里边 然后这上面呢我用肉眼可见呢只能看到一具的棺材 这上面总共是有24具的 也不知道古人是怎么把它放上去的 是从上面掉下来的呢还是从底前呢给它架上去的 然后这上面的简介呢是说 最早的一具呢是为西汉晚期的图人 也就是说西汉晚期到现在差不多有200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 然后这里边的陪葬品呢也有青铜的手朵啊 还有青铜的储件啊 我现在呢用无人机吧 飞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出这24具的阳关 这个无人机现在最高只能飞120米 我也不知道飞到最高处能不能找到 因为它这个棺材存放处就有差不多有100米了吧 无人机朝着我在下面看到的那口悬关慢慢潜进 渐渐的两排悬关出现在眼前 在看清后我调整镜头想要寻找更多的悬关 但是找了好久又只找到了一排 这一排最边上的那个居然没有盖子 于是我带着好奇心想要看清楚里面有什么 由于我的无人机没有避障口呢 只能慢慢前行 但是当我靠近后发现里面空空如也 也与是经历了千百年后早就沉归沉土归土 乌西京筑坝沿关群位于重庆市乌西县百路镇香树村 距乌西县长21公里 分布在大尼河之流东西河京筑峡西岸 棺木岩悬崖峭壁之上高出河面100至140米 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 是研究巴蜀文化交融及古代少数民族藏制的实物资料 岩冠也称玄冠 是中国南方古代少数民族的藏史之一 属岩藏中的一种 将悬崖上凿树孔丁一木桩 将棺木置于起上 或将棺木一头置于岩穴中 另一头驾于绝壁锁定木桩上 忍在崖下可见棺木 我们眼前的这些棺木至今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为什么保存到至今还完好无损呢 据文物工作者考察 制作这些棺木的木材乃是木中芒者 木材兼是仿佛性极好的金丝楠木 至于这些棺木是怎么搁置上去的 这是个千古未解之谜 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 岩冠处于岩缝之中 而岩石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开凿过的痕迹 有一部分人认为 这个棺木是从上面用绳索掉下来的 也有一部分人认为 在千年前这里的水流和树木生长的比较高 古人们从底下把棺木架上去的 这两种说法到现在都没有被证实过 我们不得不感慨仙人们的智慧 上个视频我们探寻了乌西县的玄关墓葬群 在百米高的悬崖上 有24座金丝楠木的玄关 存放了2000多年至今完好无损 就算我们拍摄完毕 去往寧昌古镇的路上 车子被撞了 我们被迫停下了脚步 来到凤杰县修车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重庆的凤杰县 我身后呢是凤杰的七毛城 前两天在乌西的时候呢 车子被人给撞了 然后在这个七毛城这来修 本来是想在乌西那边修的 但是乌西那边没有哈佛的4S店 我只能来凤杰这的 今天是在这个七毛城的第三天 车子刚刚修上 这两天一直处理这个车子的事了 跟大家说一下当时是什么情况呢 当时啊我们俩是准备去古城的 看一看去 然后他那个重庆这边嘛 山路特别多 然后路也特别窄 只有双车道 我在前面走着 然后我准备有一个岔路嘛 我准备岔路转弯 我还是提前50米打的转向灯 然后在转弯的时候啊 我也特意的看了一下后视镜 后边呢是 那个车离我很远 他也没有显示要超车 我就以为没啥事呢 然后我就转 当我转过一半的时候了 这个车 邦 以后我给腿上了 当时呢就是 我们就一直在处理这个问题嘛 然后他下车呢 他就一直说 他要召集开会 要召集开会 让我留他一个电话什么的 然后他就走了 就特别特别的着急 当时我是拍了视频了 他也承认呢是他的权责了 然后这两天处理这个问题呢是什么呢 不是说他这个大哥呀不承认陪我们一天 是因为呀 最开始以为没什么事 我这个车呢就想呀 把这刮 刮坏了 喷个气也没多少钱 几百块钱就完事的了 但是后来我到这个赛斯店检查呢 现在是方向出问题了 方向跑偏 然后检查就需要将近一天的时间了 给我检查完 总共有两个工人 还有一个时间 三个人就是一直在看我这个转向的问题 最后呢 确定了我这个得换配件 得换一个左下支臂 左轴承 减震器 还有一个是什么呀 我也忘了 反正总共是四个配件 然后再加上我车上边的白漆 还有底下的黑漆 然后我车 板筋给我撞进去了 还有板筋 然后还得有一个四轮定位 反正总共加起来是 三千九百多 反正差十几二十块钱吧 应该是四千块钱了 就这样是的 这个大哥呢 认为就是自己搞的 偷这个四千多块钱有点多吗 他想着要走保险 然后这两天呢 我也是一直配合他 就是把我们拍的视频呢 还有照片什么的 都给他传过去 也是想嘛 如果能走保险的话 他不就不用出这个钱了吗 这两天一直处理保险 但最后呢 保险公司说的一些话 就不给理赔了 只能这个大哥陪我们了 然后这个大哥呢 也想着让我们跟赛斯店说说 能不能再减点费用什么的 然后我们这两天也是各种说呀 最后呢 还是没办法减 然后大哥呢 也挺痛快的 把钱呢 就打给我了 给我打了四千块钱 多了多了几十 反正啊 人还是不错的 最后呢 钱打过来了 我也把这个车放这修了 这两天呢 我们就没有车改了 估计在这修最少得三天的时间 他们这还没有配件 还得从重庆的重庆的市区往后发 趁着这两天 我们准备去白地城再看一看吧 去周边看一看吧 然后等车修好了 我们会一路的往南走 最终呢 是差不多预计 在一月份吧 我们到海南把婚纱照照了 然后这一路呢 我们是从这 从重庆出发 下一站呢 会到恩施 从恩施呢 到湖南的湘西 去趟凤凰古城 然后呢 去到贵州 从贵州呢 我们再到贵州南 然后再到贵州 从贵州呢 我们就一路南下了 然后这一路有什么民俗特色呀 有什么好吃的 好玩的呀 也都可以推荐给我们 好了 那这个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了 我们下视频见 拜拜